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她开始向外界四处的目击母奶要给女儿喝 她在台中彰化等县市张贴目击母奶的广告获得广大回响 一下子冰箱里就冰满了好几袋母奶 老板跟老板娘也很热心 大家都一起帮忙 整个举手之道 各界捐来了母奶 每一袋上都写有捐赠者的名字和捐赠日期 冷冻保鲜在保存期限内送到医院给姚小妹 姚妈妈对女儿的健康信心大增 因为她听闻喝母奶能够增强免疫力 但医师有不同看法 她是因为移植之后产生的这种排斥现象 应该是要去调节她的免疫能力 而不是去提高她的免疫力 医学上倒没有实际的证据说 像吃母奶可以改善这方面的情形 不过抢救姚小妹 各界热心妈妈依旧不停的寄母奶 不管用什么方法 姚妈妈现在都抱着一次希望 盼奇迹出现 要救女儿一命 中日新闻陈梦辉张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报道